欢迎收看产业大趋势 我是叶家伟 中国的电影到底有多么卖作 从两个数据带您观察 我们看到呢 中国的电影票房在短短的三年之间 是增加了大约230亿人民币 电影大卖了 电影院当然就一间间跟着开 从另一个数字 我们带您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在五年之内 是开了超过4000多家的电影院 这样的数字相当惊人 因为换算下来平均一年呢 要开将近1000家 到底整个中国电影市场有多夯 而且在产业的上下游 包括了像是在制作面 还有发行面呢 以及衍生出的周边商品销售 跟设计的状况 一部电影从无到有 究竟是怎么样运作的呢 在这部分我们连线给 麦DJ的资深记者万惠文 来带您了解 好的家伟 在我们了解到中国电影市场的产值 以及戏院的快速成长的潜力 甚至有可能呢 中国市场在明年就会成为 全球第一大的电影市场之后呢 到底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中下游的产业链 是否可以找到产业的明日之星呢 让我们来看看这张产业结构图 电影呢是由制片公司呢 所拍摄后制剪辑完成电影之后 再交由发行公司发行 而电影的发行商呢 他可以透过各种的宣传广告以及行销后 最后吸引观众进戏院看电影 并将版权呢销售到海外 除了传统的实体戏院通路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 更多的视听观众在大陆的网民 以大陆的三大影业集团 腾讯阿里巴巴以及百度所结合的BAT集团 除了实体通路之外 他们更擅长的是网路视频的经营 由他们呢来针对网民的收视喜好 来策划制作电影 在由制片公司拍摄之后 透过BAT在网路和社群媒体的庞大力量 将电影推向到观众 这就是一个新崛起的通路 电影若一炮和红 当然也可以带起相关的周边商品 广告游戏等的收入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当中呢 过去几年也诞生了不少超强大的 电影娱乐相关的企业 包括在上游的 华谊兄弟 唐德影视 以及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影业 天马影视等等 其中呢 华谊兄弟呢 他已经在电影的制作发行市场 进入到整个传媒事业 包括唱片 电视剧 艺人和模特儿经济 以及影视基地其他的投资 近几年的大作呢 包括西游啊 《非诚勿务劳》 阎兰已经成为一个影视的帝国 在下游的部分呢 电影院的部分也有挂牌公司 例如天马影视等等 而在这个快速成长的大陆电影市场中呢 我们来仔细看 观察一下大陆电影市场的票房分布 从这个圆饼图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呢 中国 中国推出的电影形态之中呢 人以爱情片为主 爱情片的这个比重呢 占到三成以上 虽然大多数的电影制片商呢 最爱推出的是这种小品的爱情片 不过我们可以从第二张原品图 可以看得出来呢 真的受到市场欢迎 然后占最大票房收入来源的据统计呢 还是科幻电影跟动作类型的电影 最能够担起票房保证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呢 拥有庞大资金的电影商 当然也会开始投资拍摄大型的科幻电影 也因此带起电影后制和特效制作需求快速飙升 但特效后制在电影制作这个产业中 具有相当高的进入门槛 接下来我们请家伟来介绍这个独特的特效后制产业 好了 刚刚慧文讲得很清楚 中国市场是最爱发行爱情片 就连以前流行的古装剧也不再那么吃香了 目前市场上卖最好的就是科幻动作片 也因此做特效技术运用的公司就越来越多了 根据统计全球的视觉特效市场规模大约是500亿美元 如果再加上广告后制 那么这个规模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之多 而特效业者预估今年的特效市场产值规模 还可以再年增三成 到底特效要怎么做 电影特效的进入门槛又在哪里 我们从这则图当中来带您了解 一般来说电影特效呢 可以分为前期还有后期两个阶段 前期的部分呢包括了这个产品 应该要如何的来做这个概念的设计 另外呢研发呢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过程 研发了之后呢前期预览以及呢拍摄的部分 怎么来做指导 这都是前期制作一个重要的流程 至于在后期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包括了像是模型的产出以及动画 当然特效电影是要搭配很炫的声光效果 灯光合成还有特效以及这个色调的调整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最后呢不可或缺的当然是要有吸引人的音效 才能够结合画面呢达到最棒的呈现效果 而这样子一个成品平均要花公司 4到18个月不等的时间 而讲到特效公司呢一定要了解到导演乔治·卢卡斯 他在1975年为了电影星际大战 创立了工业光模特效公司ILM 这是全球第一家电影特效公司 而在他成立公司的这40多年期间 替好莱坞电影制作了相当大量的精彩特效 而另外呢曾经是好莱坞第二大视觉特效公司的数字王国集团 听起来呢您可能对数字王国有一点陌生 但是您一定看过他的作品 因为公司曾经以铁达尼号呢 获得了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的奖项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这家公司在2012年宣告破产 目前是被港资持有 那么在香港交易所挂牌 而离开美国市场 但您看到其实亚洲市场的电影特效后制技术 也是越来越成熟了 2006年所成立的Bet FX 老板虽然是美国人 但是他跟好莱坞的关系非常的深厚 整个制作团队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因此公司呢对于中国市场的文化了解非常的深 在特效师的这个培训呢 本土化程度是非常高的 也因此具有成本比较低的优势 他的代表作品包括了变形金刚4 还有美国队长2 另外看到这家公司呢 则是在2013年所成立的天工一彩 它是中国本土最大的电影特效后制公司 公司的人数达到500人 提供了一条龙的视觉服务 用数字特效还有数字3D科技呢领先技术 一手包办了所有包括在视觉创意 还有数字的这个视效的制作 还有全片的剪辑跟预告片的制作等等 所有的业务呢都是公司一手包办 而电影敌人节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好另外这家公司看到的是近期在台湾挂牌的FVHQ 2013年在北京成立公司员工的人数呢 将会在今年达到400人 电影狼图腾呢就非常逼真 而且特效做得非常好的呢就是他的作品 公司团队的员工是相当的国际化 因为网罗了来自各国的动画好手 接单报价是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是近期在特效市场当中崛起的新星 从2000年开始呢亚洲地区的特效公司是逐渐的崛起 虽然说地价抢单也曾经让公司陷入了财务危机 比方刚刚Danny看到的数位王国 只是呢欧美人才外流也带动了这个亚洲的特效公司 逐渐的发展向上 其中呢中国大陆电影市场成长的特别迅速 最主要就是因为公司愿意砸大钱 把海外国际级的重量级大师邀请到公司来 那么让这些杰出的人才呢 直接在公司做员工试炼 带尽了在国外好莱坞先进的技术跟管理经验 那么进一步和中国本土市场结合 究竟呢在近期有哪一些的中国特效公司成长的特别快 又具有优势的呢 这部分我们连线给资深记者王慧文 而在中国这个爆发成长的后制特效产业当中 我们跟观众朋友来介绍 去年底在台湾IPO生产基地 位于北京的电影后制特效公司VHQ VHQ正好迎接中国电影迈向大成本 大制作的发展趋势 而在竞争优势的部分 VHQ具有一条龙的制作能力 可以直接统包承揽一部片 所有的后制特效的业务 再由VHQ再往下分包 VHQ则整体的管控整体品质流程 也因为具有统包的能力 获利空间也比较大 再来坚强的客户阵容也是VHQ在暗量上 源源不绝的原因 VHQ的三大客户 包括中影、游族以及VAT集团等等 由这个派图可以看到 中影集团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电影发行公司 几乎占了中国的电影发行市场的三成以上的市占率 过去的电影作品包括历史、大片、赤壁等等 至于游族 VHQ则为游族2015的电影 大作三体的特效制作厂商 另外由VHQ与游族一同投资拍摄的麦彬彬 则是今年游族在暑假档期的重点电影 另外一方面 VHQ定位为中高端的特效制作厂商 在技术团队上 VHQ在2013年的时候切入电影特效产业的时候 其周览曾做过纳尼亚传奇 金刚狼后制特效的国际人才加入 也因为在技术人才的到位支援之下 顺利的让VHQ争取合作到 法国导演、导演、指导的狼图腾 2014年更拿到小时代三、四的后制服务 将公司在电影后制的营收 推向图飞猛进的阶段 相对于其他的外资厂商 VHQ可以提供高端的特效技术 但在报价的优势上面 由于与欧美的特效厂商相比 VHQ在薪资成本、税付上都有优势 所以在报价上有更大的弹性 比起好莱坞的厂商 报价可以便宜一半 未来还有计划再并购同业 将接案的能力再扩充 靠着优质的服务 争取到更多的作品 而要维持在电影特效市场上的投资 以及扩充规模 事实上 VHQ是有一个已经发展相当亮眼 每年稳定贡献 现金流营收的广告业务作为支撑 事实上 VHQ是以广告特效制作起家 在东南亚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 已经深耕达10年以上 拥有东南亚的一线广告业务 包括宝桥、联合丽华 都是VHQ的客户 每年维持稳健成长 可以作为VHQ在全力冲刺中国特效市场时 稳健的营收贡献来源 另外在过去广告特效以及电影后制的过程中 VHQ所累积的庞大骗库以及图库 都是未来VHQ可以充分利用的智慧财 好的 惠文 我们从财务的数字部分呢 来带您了解VHQ的营运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五个季度当中呢 其实它除了在2015年的第一季的时候 是呈现了小亏之外 其实其他的季度呢都是赚钱的 而今年上半年 VHQ在电影营收的益注之下呢 将可以出现淡季不淡的营运效益 长线来看 中国电影市场渴望在2017年 超越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所以未来公司在电影特效的营运上 还能够再出现大幅度的成长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大趋势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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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